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进 往上涨 对不对 有没有赚钱 当然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先祝大家都能赚大钱 昨天是讲得很清楚 不管是台子或个股 确确实是赚到钱 昨天大跌的时候 是大家极度恐慌 那这些我的持股 昨天大跌的时候 这些持股都表现很好 那重点在哪里 我昨天跟大家谈 恐慌的时候你要去注意 大盘跌到这个地方 年限在这里 上坡低点16248 转折到了 所以我昨天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谈台子 那我说台子这里 是一个什么样 是一个末跌段嘛 你要抓转折啊 那先往下跌 你有没有抓到 或者你的股票 有起不 简单看一下 我们今天台子一开盘8点多 做多 当冲的卖掉 赚150点 这是8.58 这10.33 这刘昌的 这9.20 刘昌收盘赚220点 当冲赚150点 那这是台子的部分呢 那昨天预告 今天马上印证了嘛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 今天我持股啊 也全部都上涨啊 今天大半去多少 去52点 台子当中赚钱 刘昌也赚钱啊 昨天在讲 你有没有听进去 或者听进去了 你有没有执行 有没有执行 这很重要嘛 要出手才算赚到啊 大掌满天灰啊 不管是上市的或上跪的 今天去52点 但很多股票呢 涨幅超过一支涨停啊 为什么 因为开低嘛 开低啊 昨天讲广语 开低啊 是往上走 该赚有没有赚到 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机会 那我们要看一下呢 这个地方 大盘 今天如我所预期的 是来到这里 年线在这里嘛 今天开低啊 往上拉对不对 是留个下影线 那接下来呢 那我要跟大家谈 操作股票呢 你看年线 整个趋势向上的 你就专注当下选股 一两千党股票 它不可能全部都跟大盘同步啊 那有一些股票 第一世纪是成长的 明年是看好的 这重点在你选对股票没有 那第二个呢 台子的部分 这些所在 这里留一个下影线 往上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其实接下来这个地方 一万七 一万七千五 这里压力还是相当大嘛 所以我预估十月呢 还是一样在这里做盘整 除非亮出来啦 那盘整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嘛 重点在个股啊 看你怎么操作嘛 那今天来讲大盘 今天大盘跟昨天 前天不太一样在哪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五分钟K线 今天大盘开低对不对 星期五开低走低 礼拜一开低走低 这里开低为什么往上走 那上礼拜为什么往下跌 是因为融资断头嘛 那每一次解盘呢 都一直跟大家谈 不要追 不要追 逢低买 都有机会 不管是上个月 这个月 都有一些足底的股票 因为法人也在布局嘛 那你去追价的结果呢 就会造成怎么样 造成这一波往下跌 当你套牢的 这往下跌会出现什么 出现融资断头嘛 那融资断头呢 一开盘 像上礼拜一开盘 开低 走低嘛 那昨天呢 开低又往下跌 为什么往下跌 我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讲货柜股 我用阳明做例子 这拜五 这拜一 这拜二嘛 当你阳明在高档去追 这里一掉下来 上礼拜五跌停 对不对 然后呢 融资追缴嘛 那你要补钱啊 没有补钱 他就帮你卖嘛 就礼拜一开盘 又重挫啊 带量这就是什么 这融资断头的嘛 这大拨嘛 那尾盘又为什么往下掉 因为他关门啊 跌停啊 这叫连环套嘛 然后跌停以后呢 你还是一样啊 要缴钱嘛 那没有缴钱 一开盘又是融资断头啊 那今天跟昨天为什么不一样 昨天是尾盘 往下跌停 今天是开盘 这个地方 开低走高嘛 很显然的 买盘进来啦 三万几张嘛 那你去追价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全部呢 卖在最低点啦 所以我一直谈 不能追价嘛 我一直谈到 红低买进嘛 那我个人操作呢 就是红低买进 那想去办法让汇盈做教 那不止红海基层的股票 每一档股票都一样嘛 那你追价的话呢 就很容易造成什么断头嘛 套牢对不对 结果今天往上涨了 很多人卡在这个地方嘛 这三万几张嘛 那这个地方 农资断头危机是有解除了 解除了嘛 之前这里是因为卖不掉 所以你要补钱嘛 卖不掉 所以你要补钱嘛 那这里全部卖掉啦 那是往上走了 那危机呢 已经部分解除了嘛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选股的问题啦 还是一样嘛 会震荡嘛 那真的他开盘的时候呢 顺便跟大家谈 昨天跟大家谈 开盘八法对不对 我们这里稍微拉近 一开盘跌嘛 第二盘第三盘往上走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里一开盘跌呢 怎么样有人接手嘛 接手了以后 往上涨对不对 再拉回 没有破底嘛 是没有破底 那我昨天怎么讲 这里接近连线了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旗子进场啦 买进 当冲的 买进流仓的 买进以后 这里一路往上拉 当冲赚150点嘛 流仓的赚220点啊 那不管是台子或个股都一样嘛 你要看得懂K线嘛 当你看得懂以后呢 该进场你就进场啦 那我今天也跟大家做预告了嘛 那不管是台子或个股 操作都是一样的 你要了解法人在做什么 你要了解大户在做什么 同时个股你不要追价嘛 那今天往上涨的股票呢 满天飞 那接下来明后天该怎么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凡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单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库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投投赋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大盘今天出现的转折 我们常常听到要避险 什么叫避险 如果股票操作不顺利 期货赚钱 期货的来弥补股教的亏损 这个叫避险 那或者股票赚钱 期货做空赔钱 股票赚钱来弥补期货 这个叫避险 不要一面倒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股票赚钱 期货又赚钱 这个叫双赢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啊 双赢啊 持股全部涨嘛 台子今天也全部赚钱啊 那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赚大钱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子 大盘昨天在这里嘛 今天留下一线在连线附近嘛 那今天大盘开低 一个买点出现嘛 这个地方为什么很重要 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谈 开盘怎么看对不对 我说开盘在这个地方 做台子呢 第一个你要看你K线的多空 波浪的位阶 那波浪我昨天讲说 这一路往下跌 是在末跌段嘛 那接下来就看法人的筹码嘛 那K线的多空呢 第一个你要注意开盘八法嘛 开盘弦三根K线 就好像大盘我们这里抓近 大盘开低对不对 一黑二红嘛 那这代表什么 就这里 最好的是三连红嘛 那第二个是二红对不对 那接下来你就要注意啦 这拉回有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嘛 所以怎么样 这里都是台子或个股的买点啦 形成一个小W底嘛 这里大盘跌两百多点啦 那你在位置对了 不管台子或个股都是赚钱嘛 那你要看得懂啊 那今天来讲开盘的地方 我刚刚讲这一个位置对不对 这8点58分 当冲的做多类类16170 成交嘛 因为还有更低点 那当冲的呢 10点33分 平参嘛 16320 这样是你八五点 八五点基本下费每一口就三万嘛 八点五十八 10点33嘛 那这里打双底对不对 9.20 期货进场嘛 那这个是流仓的哦 收盘多少 这里16175嘛 成交因为还有更低点嘛 收盘16395嘛 395-175 是两百里的店 基本 扣打一口多少 四万四嘛 那这些怎么赚 在这一个位置嘛 那昨天也预告啦 那如果用台子的K线来看呢 在这一个地方 这开盘嘛 第一个8点58进场啊 16270 为什么说成交 因为还有更低点嘛 那第二个进场在这一个位置 16175嘛 因为还有破底啊 那这一个是当冲的嘛 当冲在10点33分出场啊 因为还有更高点嘛 那所以这一段多少 170 320 那那是85点 那一口呢 1.200块 这样是不是3万 那10口就30万嘛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流仓嘛 16175啊 那今天收盘呢 1.5 收盘16395嘛 175 395 是220点 所以不管是当冲的 或流仓的 或者股票都一样嘛 把证据拿出来啊 昨天也预告啊 今天执行操作嘛 對不對 那这个当冲的啊 今日是今日币嘛 10口就30万啊 这流仓的啊 賺220点啊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说当下 股票 期货都有机会 真的祝大家都赚大钱 那如果股票 跟期货都赚 有没有可能 我今天做到了嘛 这叫双赢 对不对 而且我昨天事先讲 今天印证嘛 在操作上呢 你要去注意 什么都该出场 我们休息一下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 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 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做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间大盘转折抓到了 那接下来明后天呢 我说机会一直都在 那操作上你要记住 那最近农资断头的教训 就告诉你不要追价 那现阶段呢 明天下礼拜 那有什么股票可以去做布局 那我常讲呢 操作台股 买卖股票 你抓住的是一个趋势 你看的是年限 年限向上你就选股 专注当下去选股票 那台子的部分呢 要做很短 先看一天两天 那一天两天 对了你才可以赚到波段嘛 那个股的部分呢 我们以这个做例子 譬如说台阳 我说你抓到大盘年限向上 你就专注当下选股嘛 这月K线啊 十年以上的大底啊 亮出来啦 是不是往上走 那类似这种股票 第四季成长 低轨卫星 明年又看好成长的 类似这样的股票 之前跟大家谈到过资源 同样的问题嘛 我说机会都在啊 机会都在对不对 那这些从50到80 到100到110 往上走带亮 标准的兜头架构啊 那你一档一档落实掉啦 字眼落掉了以后 接下来呢 你像台阳也是一样啊 同样的模式嘛 同样的模式啊 专注当下嘛 这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这对三十六十去到九十耶 那为什么长这么凶 因为整理十几年啊 那最近出现转机啊 熬出头啦 那你要去寻找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当你漏掉资源以后 台阳是又上来了 这是K线嘛 一个头肩底架构 往上走是不是 是零九红 那之前跟大家谈什么 不只谈阳嘛 建汉圣达克也往上走啊 法人满意图拉股啊 会人做教啊 包括红准 都一样啊 最近有些股票分到扬镳 为什么 因为筹码的问题嘛 基本面你要第四季了 不是之前 是现在 第四季跟明年 看涨的 技术在低档的 筹码要稳定嘛 最近很多股票呢 获利相当好 可是股价为什么往下跌 因为筹码不稳定嘛 筹码不稳定的一定要洗盘 跌下去以后再上来 但是如果筹码稳定的股票 大盘再跌 它一样往上走嘛 今天有很多股票在涨幅 超过一支停板啊 上市上跪了 满天飞啊 那是要一档一档去操作 像这台阳年久红以后还在涨 但它在震荡 那这种股票不要追 但是红跌可以买 机会都在啊 这些这几天都有讲啊 开盘都有低点嘛 都可以赚到钱啊 不管是高价低价的都一样 是股票有没有成长 你也有没有低买的问题嘛 不管是台子个股都一样啊 我很赞成股票期货避险 但是呢 机会来了 你就可以创造双赢嘛 我们今天期货赚钱 股票也赚钱啊 那期货我也讲得很清楚啊 那现阶段来讲呢 操作上呢 重点在选股嘛 那期货今天当冲 赚150点啊 刘昌的收盘价 赚220点嘛 那股票呢 转折抓到了 今天所有持股呢 转不都去啊 那明后天要怎么操作 同样的 专注当下选股 那不要去追涨嘛 今天满天金条啊 至少你要抓一条嘛 昨天是不是讲了 今天是不是印证了 大家股票也去 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准备好了没有 大盘下一线出来咯 准备好了没有 什么股票可以布局 或者呢 创造股票期货 双赢的局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订阅 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275256868 坐这边 我们家小朋友 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 这次的补助在家